这个球郭震东起派的速度并不快 打下了吗 好球 奉德拉这个钩鞋线没有钩过去 这一局呢一定不能像第一局一样一开始那比分拉得太多拉得太大的话呢就很难追了 好的 还有个好的开局 这个球刚好是滚着网了过来 看来这个前场跟前半场的功夫印尼队是比较如火成青 掌握得非常好 现在双方都是以控制前半场为主 奉德拉一个想借力 这个一借力球是打到了线外 3 4 2 奉德拉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看看他一个 3 4 后仰还能够下压这个球 动作难度很大 这是基多 就是在前半场的往前的争夺 中国就 这个技术就不如印尼 对 所以现在印尼队在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就将比分搬成4比4平 别看马基斯这名选手 个子不高 但是他的爆发力非常的强 奉德拉 大力扣球 球是刚刚打到了网上 硬给挤过去了 对 杀球的力量很大 你看硬给挤过去 硬给挤过去 但是这一局呢 显然要比第一局打得好一点 因为中国队现在不会分差拉得很大 一局主要是拉开8分9分 几乎是不可能打了下去了 对 那么现在达成5比5平 还有个好的开头 分数一定要咬住 并且呢 既然对方的战术也很明显 就在前半场的争夺 注意球的质量 减少自己的失误 那么现在印尼队的失误也是比较多 郭震东的腰部好像是缠着绷弹 是有点伤 很多都是护腰 对 西部啊 西关节啊 到处都是伤痕累累了 写东博在混合双打里面 输给了泰国队 那么现在只剩下双打进入到决赛 6比6 比分咬得很紧 好的 在半场防住了 谢东博这个发接发处理的不错 一直是处于主动的位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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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7 7 8 9 7 8 7 7 7 8 8 9 7 7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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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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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7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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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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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一直能够咬住 并保持这种主动进攻的那种打法 那么这一局相信搬回来呢是有希望 好的防起来了 非常的漂亮 这个球谢东博郭震东 好像非常的出色 尽管马基斯在后场连续起跳扣杀 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 还是把球给救过去 马基斯的一个反手的失误 现在呢谢东博郭震东又拿到了一分 马基斯的一个攻斜线对角 非常的漂亮 再来看看慢进 带有一些假动作的性质 而且球呢也是贴着网而过 双方都是在平抽打 然后就突然改变一个攻坊的转手 马基斯现在是有球过来就杀 好的 这个球算是非常的幸运 这个球如果打过去 如果不打过去的话呢 是没办法接了 因为这双双上网 但是突然应该打后场之后呢 两个人都犹豫了 两个都没接 但是这个球又幸运 对方打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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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呢,谢中博郭震东是领先一分 发球的失误 郭震东想搞突然袭击 看见基多的站位比较靠前 说想发到后场 但是球是长球出去了 双打呢,也是考验一个男选手 他们在这么紧急的一个情况下 的一个灵活的变现能力 其实很多时候的出手呢 都是习惯动作 平时训练的已经养成一种 下意识这样的连贯的动作 好的,谢中博这个球封得非常的果断 这个比分呢,也是一直呈胶着的状态 没有像第一局打得那么悬失 fringe攻击 正面 目前中国队只落后一分 换得了 中国队再次出现往前的失误 目前印尼队已经领先两分了 已经是第二个失误了 现在连续两个失误 在一种高速的快节奏的往前争夺之中呢 印尼队还是显得手法手感要比中国队的要强 动作很细腻 稳定性也很好 又是一个发接发 过程中在刚才这一个想发后场 发了一个长球 结果是失了分 这个接发又丢了一分 那么从打平现在比分呢 中国队目前落后是三分 判发球移动 发球方移动 这个球 判郭伯洞移动 没有啊 是判亨德拉 所以看来 这一次的裁判都 很严格啊 对 这个球 亨德拉爷这个球是短球 这个不想接 后来 叽叽忙忙想接 来了一个杂耍式的动作 这个球的质量也不高 那同样的 印尼队也犯了两次小错误 那么也是丢了两分 印尼队的这种杀球没有什么威力 因为男子双打了 接这种杀球没问题 好 好了 又把比分从落后三分的情况下 追成15比15 对这个球呢 没有杀 而是勾对角 结果勾对角勾出界了 谢中卓再次出现自己的回击失误 从落后三分到打平 现在中国队目前又落后一分 但是比比赛的第二局呢 是打到了16比15 基德也是要求插地板 换球 那么你来我往 大家互相一分一分往上涨的话呢 中国队也是不用乐观 打到了16 这个空档位 完全漏了 对 落后两分了 好 又追成16比17 中国队还有希望 打到了16比15 基德在后场 想做一个假动作 这个球没掉成 中国队把比分扳平 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最后这几分 能把这一局赢下来 才可能进入决胜局 哎呀可惜啊 非常的可惜 这段东一个横抽 少出借去了 少出借去了 第三把才杀是第一局赢 追成18平 嗯 从落后三分到追平 再到落后两分 到现在又追平 关键就是第一局的时候输得太快了 哎呀 哎呀又出现这样没有必要的一些失误 嗯 19比18 那么这个月的27号呢 又到中国香港打香港超级联赛了 又一个出界 到了赛点 马基斯亨德拉首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那么而且呢 马基斯亨德拉呢 也是握住了两个赛点 20比18领先 今天的男子单打是爆出来获得了冠军 女单冠军是马来西亚的黄妙珠 女子双打是高龄赵婷婷 马基斯亨德拉这个球呢 有些犹豫 空而双打呢 是印尼的维迪安托纳西尔 现在之后一个单向的男子双打的比赛了 但是比赛现在打得白热化 19比20 看看这一分能不能翻平 最终由于中国队的失误 结果印尼的组合 基多跟3D21 也就是马基斯亨德拉 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 印尼一共在这次广东台赛呢 拿了两块的金牌 男双还有混双 中国队只在男单跟女双 获得了两块金牌 那么剩下一块女单的金牌 是由马来西亚的黄妙珠所夺得 那么这一次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我们就全部为您转播到这儿 我们在27号将会有中国香港的超级联赛 以及12月的27号 有一个丹麦的哥本 他跟羽毛球大失赛 那么整场全部的五个单项全部转播完了 是由于建同和杨哥书为您解说的 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加重引擎负担 美肤触白2000合成机友 对抗高温和磨损挑战 始终一室向前 驱动现在 成就未来 美肤